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听到犯法总比困难多 但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总是觉得前面没有路走 我不知道你曾经面对过困难有多艰辛 但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马尼拉协辞人质事件当中 有一位团友一夜之间失去了三位置亲 而且儿子还重伤昏迷 不过这位母亲一点都没有放弃 还识心照料她的儿子 终于过了三个几月 她的儿子醒了 还叫了她一声妈妈 当然没有我偉大的 但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支持着这位母亲 面对这么大的困难 一点都没有放弃 在列子当中 也有一个关于面对困难的故事 太行和和屋是两座大山 不单高 它的范围也很广阔 阻止附近流行的交通 附近的居民每一次要经过这两座山 都要绕圈而走 至于太行山对面的鱼工 最后就决定和他子子孙孙一起 合力将这两座山慢慢移走 一块石头一块石头慢慢搬 有位老人家看到他们这样的举动 就笑鱼工 你这么愚蠢 但是鱼工反而就说 为什么你这么横顾呢 虽然这两座山很大 不过我会老死 但是我还有下一代 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接力去继续搬 但是山上的石头就不会增多 为什么 不会终于有一天 我可以将这两座山移走 天帝知道了鱼工这个举动 她的心意之后 就被她的诚意打动了 最后就命大力神 她两个儿子 将这两座山移走 《鱼工而生》这个故事 大家都二熟能长 想不到它就是列子其中一个愚言故事 我们就和邓南光博士聊这个故事 其实当中的意思很明确 就是持之以恒 以承动天 其实是否买少见少呢 在现今这个社会 因为现代人急功近利 很少真的会为了一个理想 或者一个目的 长时间去做 所以现在通常都是 有没有一些最快的途径 折经做下去 做不到就寧愿放弃 所以以承动天 持之以恒 真的是很高尚的价值 那在道家思想里面 有哪一套或者哪一点呢 去支持他愚公而生 这个故事本身就很光剑 但实际上落到道家里面 就是由约聖光强的这个体会 以游济光 以游济光 都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以游济光本身 就是能克服到 拥有去克服的光 那这个姓光强呢 就表示你超越了他 嗯 比如这山是 那麽大一座山 你点灭一走 就是那个老人家 但经过所谓不懈的努力 就一点一滴 就好像水滴石穿 那最硬的石都能够给水滴石穿 把它去瓦解 所以这个故事是带出来的 就真是道家本身的 这个由约聖光强的精神 其实有两个层面 我觉得放弃现代这个时刻 这样讲 都是很难做得到 或者套用余公而生 这个故事里面的精髓 第一就是我觉得 人们未必可以坚持到那麽久 就是讲一个长时间的行心 第二就是以游济光这个特质 就是很多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的冲劲 或者很赶的那个节奏 以游济光好像很奢侈 就是以游呢 你要首先要去了解 或者你要去调控你的情绪 或者你的做事的方法 处理手法 来到去面对一些比较强硬一点 或者是决断一点的对手 这一样东西是否在现今世代 越来越少呢 少是因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以道家特日老子的思想 这个由约聖光强无往而不利 由个人处事去到架局天下 都应该用这个原则去做法 它的冲突是最少的 反而硬碰硬的效果 没错 多数都是不好的 不是 玉石区分 所以看回现在的局势都是这样 但是以游济光呢 如果去到一个 就是比较极端的位置 会不会太过计算呢 以游济光就不是计算 因为光本身很难跟它再对陷 要用什么去超越它或者解决它呢 就是为了与它相反的性质 就慢慢慢慢地去处理 如果光的时候就大了眼泡眼 这个自古以来的 真的经过无数次的验证 以后济光是真理 就是我在做事的时候 这个由的意思就是讲道理 一步不行的时候 分了很多步 就不要想着急功近你 急于求成 这样的时候时间放长些 事情就会处理得好些 在做事上面 可能大家会比较了解一些 而博士你是学者 不如你讲个例子 以游济光在学习上面 又可以怎样帮到呢 例如学语言 语言本身一定是水磨功夫 不能够说真的一个月十日促成 促成那些 即三个月学会外语那些 即宣传 它说到 但问题它不能够治愈 一定要日日地浸浸 语言无论哪种语言都是 你要日日讲日日听 即经常运用 经常运用 那就好过你用一卜十行 这种都可以隆于 这句所谓以游济光 慢慢来转化它 这个都明白 另一点我刚才看到 就是现代人的坚持 心理很弱 不会常常有毅力 为自己的目标去奋斗 一来可能会觉得 我时间不是很足够 怎样可以花这么长时间 在一个科目 或者在一个兴趣 甚至在一个目标上面 我还有其他要兼顾 又或者 会不会是另一个原因呢 是经常看到旁边的人 他又行 如果他走捷径 又走得通 好像 为何我要这么辛苦呢 会不会是这些原因 令到他们没有毅力 辞之以行 这些全部都是原因 但如果要辞之以行 要做事有始有终 一定要专一专注 专注才是辞之以行的真体 专注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成功 不专注的时候 没有一件事做得成 淺尚折子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判断一个人 他的智慧 或者智商高不高呢 专注力 都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这一节 我们先和博士聊到这里 下一节回来 我们就会看看 到底鱼公而生 在燕灯的世代 会不会是太老土 或者他和道家思想里的执着 到底有没有违背 欢迎大家回来《与风而行》 上一节和博士聊到 《鱼公而生》这个预言故事 其实鱼公在故事当中 经历了几代去移开一个山 相信都会遇到不少重重的困难 而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要去坚持一个正确的信念 或者坚持去完成一个远大目标 相信都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 或者滞走 博士 如果在真实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坚持这一份信念 有什么可以帮到我们自己呢 这种坚持的前提 就是有能力做到 还有少加努力可以做到 如果超越了自己的能力的时候 这种我想不是叫坚持 就是叫执着 还有有时我们会给身边外在的一些因素 或者一些所谓的歪念不正确的价值观 去影响了我们自己坚持那份信念 如何可以独自其身 不要受那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 这个对于所谓是非善恶的体会 当然自己本身有一个主见 而这个主见的基础 就是读到一些正大的典正 或者一些古代的正大的思想 你接受到这种思想 就能够抗拒流逐的一些坏念 正确的坚持 我们就会令人鼓舞 好像有个例子 就是有位女士 看到国内山区的地方 那些学校的卫生设施不太好 坚持尽自己最后一分力也好 就是出钱出力 去希望改善他们的卫生设施的环境 做到最后一口气他都要继续做 这件事很明显 就是大家都会很敬佩他这样做 这份坚持 但是有一些情况 就是可能自己力有不低 或者那个坚持去到最后 会令到自己受伤害 那在道家思想当中 这一种是否我们所谓的执着呢 对的 因为当我们坚持的时候 真的要看下自己的能力去到哪里 所以我在余教这边孔子都说 一个人做事 究竟做不到到尾那里 就应该看他的能力一定 力不足者中度而废 能力不足到一半 你自然会停止的 再继续勉强下去 就叫执着 只会造成伤害 所以你说运动员 他再继续会伤害自己 这种坚持就变成执着 坚持执着 其实是有剥扁意义的 是 如果你讲坚持和执着相对 有一件事我也想请教一下博士 就是放下和放弃这件事 说回运动员的例子 可能他希望努力达到自己的目标 但可能他中途练习有伤患 或者曾经出赛有伤患 如果再继续坚持下去 很明显自己会受伤 或者断送运动员的生涯 在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不应该坚持 应该叫放下 还是他如果这样中途放弃了 就达成不了他的目标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看这件事 放下放弃 放下是正面的 是表示我们将某一些价值 我们真的拿起放低 不再被牵系住 比如做运动员很想拿到奖牌 因为这种虚名感也好 使命感也好 你能够放下的时候 这是一个好事 如果是放弃的时候 它可以是负面 可以是忠诚 做不到自然就放弃 放弃也意味着 你的意志是圆了 就不想再继续 所以生命最忌忌就是放弃 博士 你提到想不想继续 这件事 会不会可以这样理解 在道家思想当中 叫我们放下 不要那么执着的时候 可能仍然是那个目标 你都是朝着那个目标进发 不过可能一时三刻 或者这个情况 我是坚持不了下去住 或者我的能力是不到的 在这个时候 我可能先放下一会 调控一下自己的做法 或者是吸收外间一些 叫做借外间的力 去巩固一下自己的做法 然后再去跟着这个目标进发 这样是不是其中一种放下 但是仍然坚持着信念 对 所以这个内容是很积极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 是 继续这样向前面转过去 大家都会伤害 所以这种退一步 就表示我们需要稍微放下 放下不代表放弃 放下只不过是把一些 换脚石将它踢开 之后那条路就会更顺 如果这样看 似乎列子在《愚公而生》 这个预言当中 带给我们的信息的确很正面 而且也是切身处地去想的时候 我们的能力 其实不再限于我们自己个人的力量 可能是世世代代结合的力量 又或者整个社会 你自己出一分力 带出一个信息的时候 由其他人再去回应你的时候 那个力量是更加大 没错 所以《愚公而生》这一道 我们也有看到 他因为看到 他有很多后续的力量 如果只有他一个老人家 他再坚持下去就太固執 所以其实《愚公而生》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都不是空谈的 的确是道理所在的 真的很开心和博士 又谈谈这个道家思想当中 那么有趣味的东西 谢谢博士 下一集《愚风而行》 我们再谈谈其他的《愚言故事》 《愚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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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言故事》